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 路径绘图工具中的第二个 那我们在之前讲过 路径绘图工具这些东西 第一个,路径绘图工具 其实这些都算是路径 绘图工具 只不过第一个是实心的 那第二个呢,是空心的 第二个是空心的 那它可以画出一个轮廓状的 形状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 启动的位置就是 在工具箱,我们讲过 这个工具面板就是我们常用的工具 这是第一块 其中呢,一二三四 第四个 这里 你按下这个小箭头 它就会打开这四个 选项 那轮廓绘图工具是其中第二个 好,我们来选它 轮廓绘图工具 那我们开启轮廓绘图工具 这个工具之后 首先我们可以来选它的形状 形状在哪里选呢? 请看这个小箭头 按下去之后,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很多形状 我们来按一下试试看 你看这边有 矩形 椭圆形 圆角矩形 三角形 这个跟我们之前的路径绘图工具 实心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定形状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简单的 我们来示范几个 好,这个就是一般的矩形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按住 拖曳画一个框 这样就有一个轮廓了 那如果你选的是椭圆形 那自然画出来的就是椭圆形 那这边是 这是星星 这是扎酱草 这都跟那个实心的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选自定形状 自定形状 三角形 箭头 这些都很喊男生女生 有很多可以选 但你如果挑好你想要的 注意风 伊拉 这样就是一个 这是属于挑选形状 那再来还要再讲一个蛮有用的 讲一个很有用的 就是关于线条的宽度 请看这边 你看我们画的这个框线 目前都是细细的 其实它可以选的比较宽一点 它的工具在这边 来,请看 设定线条宽度 看到没 我们只要按下这个工具 它就可以选 来,我们按下去 你看 这有1号,2号,3号,4号,一直到9号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还不够宽啊 来,我们来按一下 线条宽度 如果你觉得这些都还不够宽 你可以按其他 看到没 它这边可以直接在这边输入你想要的宽度 那你可以把箭头按到这里 往外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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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越来越宽了 当然不要太宽了 太宽了很恐怖 好 你选好了以后确定 当你按下确定以后 你被你选的 像我现在选的是这个外框 对不对 这个四方形 这个矩形 确定 这宽度就变成了 15号 刚才我们选的15号 那同样的这些星星你也可以选宽一点的 比如说来个6号 那这些宽度 就可以改变它的这个 轮廓的宽度 将来我们如果要在上面填充或者转成选举区的时候 就蛮有用的 那今天讲的是最基本的 我们选形状跟条宽度 这是轮廓绘图工具中最基本的两项 那今天先讲到这里 其他下次我们再讲一下颜色和材质 先讲到这里 拜拜